安喲 你現在收看的是Olivia Oh 我是Olivia Oh Oh 今天這集內容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做了一件非常適合春天穿的 絨毛外套 大家應該會覺得絨毛外套不是已經過季了嗎 但是聖地亞哥最近就是 早晚溫差很大 所以裡面穿短袖或是無袖的話 再加一件絨毛外套的話 就會覺得非常剛剛好 早晚就加一件就好了 大家在做這件的時候 可以選擇比較輕盈的絨毛布料 有點像布織布那個感覺 來做這一件 好那我們來看做法吧 上次在做這個模板的時候 就是布料不夠 所以我沒有按照它的模板 來做它的袖子 今天這集除了是要 按照它的原本的模板 做出它原本設計的袖子之外呢 我還要再加裝一個口袋 所以這次會多剪才出 胸前的口袋跟兩側的口袋 還有搭配它們的內襯 包括領子的下側的內襯 這邊建議大家先做胸前的口袋 然後等到要做兩側口袋的時候 再來做前排扣子這邊的縫份 我那時候沒有想太多 就先做了前排這個部分 但沒關係之後要改的時候再拆掉就好了 胸前口袋這個蓋子部分呢 就是正面對正面縫在背面 縫份我們留一公分 縫完之後你需要把三個角 可能會重疊布料的部分剪掉 然後你就可以反翻過來了 反翻之後如果它還是有一點蓬蓬的 不夠平整的話 你可以再沿著邊緣 0.2公分左右的地方縫一條平整 蓋子了 九五三 兩三 幾二 六 六 六 八 七 八 八 六 六 六 八 六 七 六 它没有特别说明怎么定位这个口袋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把前板放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看看那个口袋位置怎么样放比较好看来做决定 这个口袋的定位方式 我全部都是用剪裁出来的轮廓的边缘来做相对的测量计算 我放的方式就是从肩膀的最高处垂直往下 18公分对齐切在这一个口袋的下缘 然后它的侧边会距离袖子接口大概4公分 如果你跟我一样选择了会留毛边的内衬的话 在做这个步骤之前记得先用自知型收毛边 然后再来缝 缝的时候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0.2公分的位置 然后缝完之后往下翻 再缝一条平正在距离0.2公分的地方 口袋的部分它原本有设计折痕 但是我的布料还是不够 所以我就用我所剩的布料剪裁出一个适当的矩形来做 在接缝到前板之前呢 这个口袋的上缘要先用自知型收边 然后往内翻1公分 缝一条平正 它就是会结合在这个盖子的正下方的地方 剩下来的U字型的三个边 我就全部往内翻折1公分 等一下要直接缝在前板上 这个角落多余的布料的部分 应该有更好的做法 但是那时候我出自于懒惰 连功课都不想要做 所以我就非常大胆的 把多余的布料直接剪掉 然后跟边边一样 往内翻折1公分 处理这个角落 固定好口袋的形状之后 我就直接把它固定在前板上 然后直接在上面缝一条U字型的平正 这样胸前的这两个口袋就做完了 背板的部分 我没有改变它任何的设计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还可以再改善的是 在剪裁的时候 这个条纹最好还是水平 或者是垂直的状态来做剪裁 会比较好看 按照它原本的方法 正面对正面把背板上下 两板接合起来之后 就可以到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步骤就是它原本 没有设计的两侧的口袋 口袋的剪裁 我们需要左右各一个内秤跟外部 它的高度没有任何限制 只要你的手放进去是舒服的 然后宽度是跟前板的下半部等宽的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边我放反了 我应该是要前板对内秤 然后这个背板应该是要对外部 这样内秤才会被藏在三名字的内底 等一下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总而言之呢 这个步骤 你的前板要跟内秤缝合 然后你的后板要跟外部缝合 缝合的方法是 正面对正面 然后缝在背面 缝完之后会长这样子 就很像是多了一个小飞向的耳朵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前板跟背板 组装在一起了 对齐口袋两侧跟肩膀的部分 布料的正面藏在里面 也就是正面对正面 然后我们要缝在这个背面的部分 沿着口袋的边缘把两侧像这样子 缝合在一起 肩膀的部分一样也是留缝分一公分 然后缝这两条 我们在说一条 组装在一起 也就是 我们在关注 放一样 甚至 我们在这里 放过去 并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的内秤会掉毛边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做毛边的收边 用支支型就可以了 至于口袋的缺口 下面这个部分会需要做缝合 这样东西才不会掉出来 所以对齐好正面之后 在背面缝这一条 缝合的长度因人而异 如果你是要做给小孩子穿的话 那他的手只要进得去是舒服的话 这个长度越长越好 这样东西才不会一直掉出来 我这个开口是直接缝合了一半 后来一直觉得太小 然后往下拆 慢慢的拆 拆到只剩下五公分 接下来把口袋这样往前板翻 这时候你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我说内里要被藏在里面了 因为这样子就会比较好看 比我现在这个画面好看 下板的部分等一下要往上 所以等一下再做 至于这一个侧边的部分 我想要把它藏在前板的排扣子 排扣的里面 如果你这时候还没有做排扣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 做前排这两排排扣的缝分 然后刚好把口袋藏在里面 如果你跟我一样先缝了前排的话 开了这个开洞之后 把口袋安插进去 然后再缝一条平针 把口袋固定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口袋的 这个部分就算是做完了 接下来要做袖子 它这个袖子的设计后来做出来 我其实非常不喜欢 我觉得很像铲宝宝 但总之呢 它的做法就是先结合上下两板 在这个弧线的部分结合起来 袖口的部分它设计两层 但是我觉得以我的布料来说 这样会太厚了 所以我就只用一层而已 这个部分建议先正面对背面 缝在袖子的内秤的部分 然后等一下反翻过来之后 缝在外秤 就是外面的比较好看的布料 这样做会比较好看 因为你的缝线就等于是藏在里面了 所以为了成果好看 这个部分我有重做一次 但总之呢 现在缝好结合第一条之后 我们要再像这样翻折 然后把这个缝边藏起来 然后等一下我们要缝在距离 边缘0.2公分的这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然后这个缝线呢 会是留在外面的 这样子才会比较干净利落 比较好看 帽子的整体设计这样就算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帽子变成管状 也就是像这样子在腋下的部分 一直到手腕的这一条线做结合 重复同样的步骤 把另外一个袖子做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结合到身体的袖子接口的部分 在结合袖子之前 我发现它的袖子接口的长度不一致 所以又回到袖子来做一些剪裁 拿掉了大概两三公分 确定结合的长度是一致之后 就可以正面对正面 然后缝在背面 缝这一圈袖子接口 然后接下来就是领子的部分了 领子的内侧呢 要正面对正面先跟衣服缝合在这一条边缘 因为这条线是有弧线的 也就是说反反回去的时候会有布料重叠 所以没有意外的在比较弯曲的部分 布料往内距离边缘0.3公分左右的地方 有一些剪一些小缺口 它这样子布料会比较好转弯 然后刚刚缝好的这个内侧呢 就可以往上翻 然后这个就是领子的正面 要对着另外一块领子的正面 对正面缝在背面 沿着边缘缝 上次在这边遇到一些问题 也就是边缘 好像太小了在剪裁的部分 可是后来发现在定位上 只要左右两边先对齐 再来处理转弯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的剪裁是刚刚好的 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要多练习 多犯一些错之后 会有更多的心得 总之这次在领子的部分 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 缝分也是留1公分就刚刚好 缝完之后把多余的布料 也就是角落这两个三角形 剪掉之后 由里往外翻 这会是领子的正面 然后在下缘的部分 往内翻折1公分 固定在衣服的这个部分 我们要在距离它的折边 0.2公分的位置 缝一条平针 如果你嫌领子不够平整 不够俐落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的墨字型的部分 再缝一条平针 这样领子就做完了 在放扣子之前试穿 发现这个袖子完全不能接手 长度也好 设计上来说 都不是我喜欢的样子 所以在试穿之后 我决定要把袖子 缠包包这个脖子的部分 就是那个头的突出的部分 做一些处理 这样子抓一下 我觉得我大概需要拿掉 至少15公分左右的布料才行 在做剪裁之前 真的是要先试穿才行 但是那时候我在跟家人讲电话 所以显得非常的不专心 结果我就在做完记号之后 很用力的把布料直接剪掉了 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 都是还是可以做修改的 但是就是在这个步骤 要把袖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是很用力的直接把布料剪掉了 剪掉的部分真的就是15公分 但是15公分是预估的 我居然就这样把它剪掉了 后来想想 应该只要拿掉1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但至少残宝宝袖口 这个设计被我拿掉 我还蛮开心的 在结合袖口回去的时候 因为有长度的落差 所以袖子的接口部分 也是要做一些修改 把它变成一个弧形之后 再结合在一起 当然而那时候我还在讲电话 所以我也没有考虑到缝份的问题 所以又硬生生被拿掉了 大概两三公分 接下来就可以装扣子了 这是我第一次穿 是用这种可以压在一起的扣子 它总共有四个零件 外加三组工具 首先你需要在设定好的扣子的位置上面 钻一个洞 然后把第一个部件 就是外扣的第一层放上去 穿过那个洞口 如果这个洞口不太进去的话 你可以用剪的 就是稍微剪一个小开口 然后把这个部件像这样子固定好之后 拿一个固定的 就是第二个部件 是这个部分 然后它很像一个碗 然后就是碗朝上 像这样子放上去 在使用铁锤之前 需要在下面垫一个 这一个固定器 这个固定器有两面 我们第一次要使用的是比较平滑的那一面 第一次尝试的结果 这样 这个样子 它等于是把里面刚刚穿进空里的东西 往外翻这样固定 还没有固定上去的这个扣子 就长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 跟它固定的方法 最后总共放了五个扣子 我的地上有非常多头发 请大家见谅 总共放了五个扣子 然后间隔大概是个六公分 然后就可以做前排排扣的另外一边了 我们刚刚做的是右边 然后这个是左边的部分 应该是有一个公的一个母的 我不觉得听哪一个是哪一个 但是这个也是由两个部件组成 唯一的差别就是在这个固定器 要使用有凸起的那一面 然后固定 像这样子放上去之后 用同样的方法 把里面那一个敲打到往外翻 这样子扣扣的另外一边 就可以被固定起来 原则上做法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觉得不安的话 可以尝试用剩余的布料 来做一些练习 那重复同样的步骤 把所有的扣子放上去之后 就完成了 嗯 I'll wait to find love Better hear the call again For now I will feel the ocean view And I pray that it won't be over soon Oh my I miss the sun Just wait it won't be too long Till we arrive the coming day Please ignore my restless face Cause it's so hard to keep it all together Ever since we left I guess it just makes sense To what the reasoning was When I said